当时我们肯定是坐在店里了 然后三点多钟的时候 他看了一下店里的情况 我应该用眼睛瞄了一下 我当时是没关系 因为这是人家平常一放满 然后人家来拿着手 然后发现少了一袋 然后我当时第一时间肯定是掉钱不用了 然后我发现这个手 反正我就感觉心很累吧 本来我们这种手店的人都不容易 一天要手十七八个小时 你偷我一袋米手 虽然说这个钱不多 但是这个要赔给人家 我们也辛辛苦苦要少干好多东西